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郎妈妈突然动情起来 抱着儿子开始逆呼 她整个人几乎贴在儿子身上 嘟着嘴说着悄悄话 满目深情 一脸娇撑 后来还哭了 握着儿子的手擦眼泪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旁边的新娘妈妈直接看傻了 一脸不可思议 台下的亲戚朋友们更是一个个看傻眼了 有位大妈被惊得目瞪口呆 估计心里已经打了100个问号 这娘俩弄傻脸 而新娘站在台上更是尴尬 刚开始她还假装没看见 保持着体面的微笑 看着底下的宾客 但无奈 婆婆和老公的骚操作 没完没了了 视频中 新娘拉着新郎的手 时不时用力握一下 意思好像在告诉新郎 差不多行了 底下那么多人看着呢 无奈 婆婆一直挂在老公身上 不肯撒手 而老公也竟然没有一点避嫌的意思 十分迎合老妈的举动 两个人食指相扣 搂搂抱抱 腻歪个没完 新娘的表情越来越微妙 最后笑容完全消失 大家看以上这张图 要不是看见新娘还穿着婚纱 真分不出到底是谁跟谁结婚 而这张图也明晃晃地昭示了这桩婚姻的底色 死死拽着儿子不肯放手的婆婆 看似拉着媳妇 实则跟妈妈更近的老公 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媳妇 这样的婚姻以后矛盾估计少不了 视频流出后 评论区的网友们也都觉得过分 这样的家庭真可怕 我要是新娘父母直接拉着女儿走人 让他们娘俩热乎去吧 这婆婆不是会演戏 就是占有欲太强 不好搞 很多人猜测这男俩是不是有啥不好的关系 这我倒觉得可能性不大 以我这么多年见过的众多案例来看 这位新郎妈妈的心理大概率是这样的 她是个情感需求很多的女人 而老公并不能满足她的爱和依恋 所以她把自己的浓烈情感 足今足两地投放到了儿子身上 儿子是她最大的情感寄托 以及最重要的人生之称 从小到大 她都跟儿子十分亲密 难舍难分 哪怕儿子已经成年娶媳妇 她还是想把她抱在回里 捧在手心 让她承接她所有的爱和依恋 而婚礼上 她眼睁睁看着儿子拉着另一个女孩 在想到她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要离开自己了 心里自然十分不舍 所以情不自禁地抱住儿子 表达她的爱 也验证自己没有失去她 而这份过于浓烈的爱 显然有失分寸 世间的一切都应该有她的分寸 包括爱 一个妈妈爱她的儿子 这没问题 但如果妈妈爱儿子到了难舍难分 连媳妇都挤不进去的程度 问题就大了 因为儿子有她的人生 她后半生最重要的人 应该是她的伴侣 如果妈妈始终霸占儿子 不肯退出 那么儿子的婚姻就很难幸福 而一个人婚姻不幸福 她的人生幸福肯定要大打折扣 妈宝的案例很多 真的很吓人呀 我在知乎上看过一个帖子 网友惠惠 说她离婚了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婆婆 她说五年的婚姻里 婆婆一直阴魂不散 明里暗里的跟她抢老公 最后她终于受不了 把老公还给了婆婆 惠惠用几千字写了她的故事 我给大家讲讲精华 还是挺典型的 因为住得很近 惠惠婆婆婆每天不请自来 给儿子擦后背 洗内裤 一边洗 还一边踩儿媳妇 顺带着表白 结了婚 这些事也得妈给你干 你就是离不开吗 一家人一起吃饭 看电视 婆婆一定要坐儿子旁边 把惠惠挤到一边去 出门的时候 婆婆总是要挽着儿子的手 惠惠只能在后面跟着 惠惠就说 我每次看到他们母子俩 在前面调笑 心里真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她无数次跟老公抗争 但是几乎没有效果 老公翻来覆去 就那几句话 那不是我妈妈 我也不能娶了媳妇 忘了娘 后来婆婆每次不请自来 惠惠心里都堵一个大哥的 心里别闷 脸色自然就不好看 婆婆就跟她儿子抱屈 时不时还大哭一场 她儿子回头就找惠惠吵架 骂她不孝顺 夫妻俩隔三差五就冷战 一冷战 男人就回家找她妈 她妈还趁机挑拨离间 媳妇再好 已永远不如妈 然后去年冬天疫情的时候 惠惠羊了 烧到39度 她老公本来还在家里 想照顾一下 但是给她妈打了个电话 婆婆一听惠惠发烧 立刻就说 她自己可能也羊了 然后惠惠老公一听 挂了电话 就回家看她妈了 惠惠高烧不退 但是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自己艰难的熬了一夜 到第二天 给她老公打电话一问 公婆都啥事没有 根本不需要照顾 惠惠特别生气 就愿薪酬涌上心头 她直接跑到婆婆家 想理论理论 结果进门一看 人家一家三口 做了一大桌子菜 喝着酒 聊着天 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婆婆见她第一句话 竟然说 哎 你怎么来了 你养了美好 还传染人呢 惠惠过去就把桌子掀了 指着她老公说 你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 你想过你还有个老婆吗 你知道我烧到39度 多难受吧 她老公还没说话 婆婆接茬了 说你养了她就不能在家了 你传给她 她不也难受吗 惠惠气得直接跟婆婆对骂 而老公毫无悬念地 站在了她妈那边 一家三口一起骂惠惠 一场混战 第二天 惠惠就弄好了离婚协议 她老公本来还不想离 各种说好话 但是惠惠已经彻底寒心 说你就不适合结婚 谁嫁给你 都一辈子是外人 你就跟你妈过吧 最后坚定地离了 惠惠的故事 可能有点极端 但是这种被婆婆牵制的痛苦 可能很多媳妇都深有体会 而这甚至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太多女人 因为跟丈夫不够亲密 而把深情都投到了儿子身上 然后用各种手法 把儿子跟自己绑在一起 事无巨细地照顾儿子 要求她事无巨细地向妈妈汇报 然后常年累月地灌输 你妈这辈子不容易 妈是天底下最爱你的人 你可不能娶了媳妇 忘了娘 最后 儿子和妈妈形成了病态共生关系 紧密 病态地纠缠在一起 即使痛苦 也无法分开 而这样的男孩结了婚以后 问题就会很大 因为一张床上睡不下三个人 男人结了婚 老婆就应该是他最紧密的人了 但是婆婆的不退出 甚至故意争宠 让儿子无法跟媳妇 建立真正亲密的夫妻关系 最后婆媳互相针对 儿子左右为难 三方都会很痛苦 更可怕的是 媳妇可能会因为 无法赢得老公的心 就又把情感都倾注到了儿子身上 然后悲剧就一代一代不断重演 那怎么改变这样糟糕的局面呢 还是得从婆婆做起 我记得郭晶晶的婆婆 朱玲玲讲过一件事 说霍启刚和郭晶晶 谈恋爱的时候 有一次他们三个一起逛街 他拉着儿子霍启刚 霍启刚又要挽着郭晶晶 三个人并排走路 谁都走不好 那一刻他就明白 自己该放手了 应该把儿子交给他的爱人了 这是一个明智的婆婆 自己养大的儿子 谁不爱 但是当他走到了人生新阶段 有了自己的亲密爱人 那你再不舍 也得放手 这是天下婆婆 都应该有的觉悟 可能有点残酷 但这就是人生啊 也不要拿娶了媳妇忘了娘这种话 去道德绑架孩子 因为一个男人结了婚 把心思更多的用在自己的小家庭上 用在老婆孩子身上 这没有错 只要他还惦记着父母 给父母合理的照顾 就没毛病 一个健康的家庭中 夫妻关系就是应该要大于母子关系 因为夫妻关系 才是一个家庭最核心的根本 其他关系 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的 只有夫妻结成稳定而紧密的同盟 整个家庭才健康稳固 和谐有利 所以作为父母 如果你的孩子结婚了 你当然还可以爱他 但是一定要明白 应该把最爱这个称号 交给他的爱人了 懂得适时适度的退出 才能为整个家庭 换来更长久美好的关系 也才能赢得孩子们真正的爱和尊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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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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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